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始各出奇招逃避追捕 有的打起了隐形伞 抓住这个人 抓住这个人 哎哥们你是跟哪儿学的表演 你特别执着啊 我告诉你 小先生吴磊 则利用一块红布 将自己完美隐藏 不过这几位的招数 在咱们的研巴队长陈坤面前 还是弱霸了 太辛苦了 为什么永远要回去 我是不去第三次了 兄弟 你知不知道 刚才很辛苦的 我终于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回到六百年以前 你为什么要伤我的心呢 你当地人吗 你真我们 很辛苦的 抓住大阪 我围起来 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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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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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美貌 西施貂蟬 真的是都不及你们 历经艰险 终于回到现代 众人又要开始为营救女伴 绞尽倒之 情歌对唱 还有这种 算对唱还是对好 问世间 是否刺山最高 话啊这 另有告知 被添告 逢 这个 六三变成三个歌 但爱石 走不到 未利口 还有 文里头的说唱 不过你放心 我还有条左臂 我还有条右臂 我会怎么赚钱 让刘营生在这里 极关算尽的结果 还是被恋人们出的题目 虐得神无可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相爱相杀吗 我是你的 亲爱的 幸运星 韩庚 奶茶 海雪公主 鱼青小矮人 好冷 我不想救他出来了 这不难 他给我出一个什么题目 营救的道路很齐驱 不过成功突围的倒也不少 只是这一大群螳螂 只顾着捕蝉 都没注意到 隐正这只黄雀 你一个幸福都一找到 你就开死我 你居然敢开死我 行了 弹灯都被贴掉了 把屋雷也贴了 四一八 四一八 瞧瞧这几位生无可恋的表情 这样的结局 真是万万没想到呢 老李 五二三四 永远不许接铃鱼呢 对啊 还有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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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梦场综合编辑报道 接下来呢 是一条高大上的消息 李晨 宝贝比 郑凯 陈鹤 还有冯绍峰 杜淳六大明星 最近呢是 齐齐变身明星股东 加盟了新公司 而其中的四位呢 没错 都是咱们跑男团的兄弟姐妹们 当他们聚在一起 还有家属范冰冰来捧场 那场面可是不得了 李晨 贝比 郑凯 陈鹤 还有冯绍峰 杜淳六位明星 携手做股东 成立新公司 助阵嘉宾自然是 不一般的大牌 人气偶像阮静天 与老炮导演管火 调皮鬼陈鹤 带着伯乐 赵宝刚 还有最引人注目的 光头郑凯与导演王金 以及最萌身高差的 冯绍峰与郭静明 股东伙伴们 都带来了大牌嘉宾 一身身为长裙 精烈出场的 贝比女神 你的嘉宾 哪里呢 我们家贝比 作为华裔浩瀚的 明星股东 虽然我今天 不能够到现场站台 但是我这个当家属的 一定会确定 支持我们的华裔浩瀚的 媳妇都升级当股东了 黄晓明居然不到场 也难怪 同为家属的饭爷 都要吐槽了 小明哥今天这个家属 做的没有我给力 贝比 所以我真的 特别特别忠心的祝福 你们在前面 赚钱开路 我们可以在后面对吧 打扫卫生跟做饭 自个家属这么贤惠 打黑牛李晨 想必是伯儿有面子 这不一激动 上台都差点摔了 有请 Edge the Baby 这个都是有设计 有戏的 我跟你讲 这个设计好了 今天大家可以原谅他 真的 就上台都上不来了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最后陈鹤 想要模仿一下 也没模仿到位 模仿不来 他就砸出一个坑 太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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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跑囊团四位兄弟姐妹 一合铁 耍宝护黑 自然是免不了的了 吐槽陈鹤的体重之后 就轮到郑凯的光头造型了 你是一个发光发亮的心情 对 他是为了证明这家公司 虔诚无量 今天那个用手机拍照的朋友 麻烦在我头顶上点一下 要不然容易就没有脸 当然 还有怎么说 都有梗的老年人李晨 在这里站着的 有几位都快搭我一轮了 大家赶紧 倒起来啊 你们倒的时候 可以找我当演员 真的 不知道有四个字叫 宝刀不老吗 人家心情不老 身材 身材 我们几个人同时 一站在一起的话 就不接那个话权吧 有点不太适应 不酷 我说baby 你这么四处插刀 难道忘了给 自己的职能定位了 女孩的想法加进去 对 不要让他们总是打打杀杀 既然不能打打杀杀 咱们也暂停护黑模式 展现一下跑男团的 家族凝聚力吧 你们好吗 我们节奏 耶 we are family 天霸 东霸华 我也快乐 今天的奔跑吧兄弟 好吗 真的 华裔奔跑吧兄弟 好喊 今天所有人的到来 让我们 旁边生贵 不过再等等 你们四位玩得这么欢 难道忘了 到场的明星股东 还有冯上峰和杜淳吗 瞧瞧人家 聊投资 聊理财 才是股东的正业嘛 雷律 才是股东 好呀 逢是要逢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 这么多年被大家忽视了一点 其实我是这个娱乐圈里面 当中的这个金融高手 理财高手 对 我最擅长的事情呢 不太敢站在你身边 我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要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原来是存年少 但我们下巴的水平差不多 首先 少风一直带着我买理财 老多今天穿的绿衣服 真的 一阵飘绿是吧 零被人眼光好多了 零带宠的 就因为后来信了陈鹤的就完蛋了 陈鹤让你穿的一身绿吧 陈鹤已经 自己说过 飘绿飘了多少年了 已经绿了 我是股票下手 娱乐某场北京采访报道 前不久 吴奇隆的婚礼上 小虎队的合体 是否勾起了你对青春的回忆呢 如果你还没有看够 就来我们浙江卫视 谁是大歌神节目 不仅有肖敬腾和苏友鹏 合唱小虎队经典的曲目 放心去飞 乖乖虎还透露呢 5月21日的陈志鹏 个人演唱会上 小虎队又有望重聚啦 能登上谁是大歌神舞台的 个点个都是实力派 肖敬腾难得来一回 光唱歌怎么行 想秀下才艺 那是必须的 我记得肖敬腾曾经做过一个 他可以用这边唱歌 今天好想看好想看哦 有吗 好像示范一下 多才多艺的肖敬腾 私底下也是一把搞笑好手 一本正经的耿直模样 分分钟都乐大家 这首歌自己写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我在16七岁写 那时候你就可以写 写出转调的东西啊 那是一种很成熟的写法 我就是成熟 我就是成熟 说到搞笑 在段子手的路子上越走越远的 还有歌手薛志谦 和肖敬腾寒暄挤去的同时 还能顺便自黑一把 也是没谁了 我跟肖敬腾老师是一样的 也是选秀出来的 对对对 我告诉你 我刚红的时候 那红到烦了 我跟你讲 天哪 哇 机场全是我的人 吓死人 我跟你讲 三年以后啊 不出三年 不出两年以后 告诉你只有一个人 就一个人好可怜 就举着我的一个灯牌 姐姐姐姐姐 我说你还是早点回去啊 玩笑过后 又该到节目的实战环节了 一向以猜歌不准 主称的薛志谦 又一次夸笑了海口 今天就是四号 你们信不信 今天不是四号 我再吃一样东西 薛志谦呢 吃眼镜 会上瘾吗 静言 这口红是你的吧 优雅 你要干什么 要第一次好 口红吃掉 口红吃掉 好不好 自己许一下的承诺 哭着也得把它完成 所以结果就是 薛志谦再次败一下阵来 我现在比较在乎薛志谦 因为他说 他刚刚要吃口红 他要吃口红 不行 不可以吃那个口红 是我的 实际上如果他真的吃口红 我是不会可怜他的 我们女人一生当中 吃六公斤口红 吃一支有什么关系 死不了的 吃吧 哎 静姐狠的啊 男人说到做到 好不好 这局没猜中 下局再努力 你还真吃啊 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这里请自魔法 只是道具而已好不好 不过节目组请来的 都是实力派魔唱歌手 别说薛志谦才不重 就连黄国伦遇到了 自己写的歌 照样猜错 这局太难猜了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啊 黄国伦老师 你这人猜对了吗 你把你的号给我 你别装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猜错 老肖是我朋友 歌是我写的 我猜错 猜对了没有 我选三号 我选三号 啊 几位老友 难得重去 除了幽默搞笑 还有感动 肖炯腾和苏友鹏 合唱小火队经典 放心去飞 旧日的时光 仿佛就在眼前 声唱着吗 我还完全没有准备的 这么可怜 我们来的都是记性的 我心去飞 勇敢对群唯别 说好了这一丝 不掉眼泪 时隔多年 小火队最近是动作频频 前不久刚在吴奇隆大婚上 完美合体 穿一东西 早穿一个东西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舞伴 在青春中的大 5月21号的 陈志鹏个人演唱会上 兄弟仨或许又将重聚 引领怀旧风潮 他5月21号个人的演唱会 马上要那个 他其实现在状态非常好 他出来黑了一点 所以你会去 我会去 我会去 娱乐盟场综合报道 日前蔡庄严现身上海 为自家公司的新影城开幕展台 一期黑色图示长裙成为全场焦点 而他更欣喜地宣布 TUNS即将合体举办巡演的计划 你还在 中午5月份上海的 有订好日子 上海的这一场 现在还没有订时间 我希望到时候也可以见到你 好吗 好 我见到你 好 鱼的蒙场上海采访摩摩导 既同舟的你之后 高晓松又将另一代表民谣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不过这发布会上 晓松老师却不谈电影 全程自黑 什么脸大了 什么永远不理解 长得帅的人眼中的世界啊 看来呢 他朝着段子手狂奔的脚步式 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了 我比这小少吧 我那时候才102斤 但是我做到了一些别的 就是四处比划 然后看到了一个 颜值不高的人 能够干的最多的事 就是我 这个是我们年代最 我上大学最流行的一种发言 叫做招手听 各位好 就这样 他们说拍不到您了 我脸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 还拍不到 什么镜头啊 将自黑进行到底 这就是咱们的清华才子 高晓松老师 最近坚持的路线 新电影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在上海举行首映礼 身为监制的高晓松老师 偏偏没有一点 幕后工作者的觉悟 三言两语 就把几位当红小鲜绕的风头 给抢了 我作为一个少年入行的 得不意义双不心的 那个老文艺工作者 所以我肯定不能说 我是激动 但是 我接路了 很快乐 估计也会躲在黑暗里 偷偷摸看几场 然后看看大家 提到笑声 而且也会有泪水 23年前创作的歌曲 如今被拍成了 同名大电影 按说总得文艺一把 来点追忆 似水年华的情怀吧 就不 高晓松偏偏 还是要往段子里整 清华两万男生 大概有两千女生 两千女生 连决战本 长得很像女科学家 我们那个毕业 才叫通铺流体 通常是 清华毕业是在大草地上 一个班一圈 一个班一圈 叫百平叶 然后隔壁 北大都是一对一对 在小树林里哭 我们是一拖一拖的 在大草地上哭 通常是九点钟开始哭 因为那个酒量吧 差不多从六点钟开始喝 喝到九点钟 差不多开始哭了 但是我们班被别人 早哭了一个半小时 就因为我写了这首歌 这是我们班毕业 前几天晚上写的 这还是小哭 对大的哭是什么呢 就喝大了 大家说 说说真心话吧 这五年 我们是五年的科 说这说真心话吧 说这个五年 拉过女生手的 举手 俩人的 我班二十九个男生 然后这下可哭的 哇哇的 就倒了一下 紫黑完了还不够 非得把人家小鲜肉 也拖下水 可怜的陈小同学 想安安静静 做个美男子的愿望 是实现不了了 那个技巧什么东西 我基本上就 不太懂人 好 这不是气死人 放过会儿了 人家好多人 没有 高老师 你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你总什么都知道 我说我有一件事 永远这辈子也不知道 就是从一个长得帅的人的眼睛 这股说段子说得停不下来的劲儿 大概也只有说到当年的好友老郎 才会稍微打住一点 那宋舍里的录音机 也天天放着爱你爱 你可是没到交集 你们都藏黄离去 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还能在身边的 像老王啊 像郑军啊 包括皇位 就是我们都二十五年的 那种一直在一起 就是他能原谅 我觉得特别好 像老郎这样的人 就是他始终都不变 他连衣服都没换 二十多年 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 你会觉得自己 特别踏实 就是你不管 怎么去随波逐流 你总能看见他 你觉得 哦 这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唱一首歌 爱一个人过一生 娱乐梦场上海财运方报道 火锅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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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了整整一年多 即将于4月1号上映的新片 火锅英雄 终于迎来了全球首映礼 这助阵嘉宾自然不无能小觑 一身休闲装亮相的袁姗姗 潮范十足的杜江 霍思燕夫妇 其实思燕特别爱吃火锅 然后我特别讨厌吃火锅 但是每个星期 我们都会吃三次火锅 再加上自曝取了片名的许正 今天这个电影 当初我们在聊剧本的时候 还没有名字 我给这个电影 起了个名字叫火锅英雄 所以是你起的这个电影 大爷不猜 这个名字是我起的火锅英雄 名字的确是起的好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只三亿了 还有音乐鬼才赵英俊 乖乖 这就三十亿了 咱们还没算上一众演员的份呢 我们这四位主演在这边帮他撑着 所以在票房的事情上 从来没有考虑过 也没有担心过 五个亿起步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我说秦豪 你确定这五亿里有你的份吗 听说你的戏份可是很危险 我在前天收到了一个微信 是坤哥发给我的 说导演说 因为你不跟我们跑冤线 导演要把你的四个特写镜头全部剪掉 所以今天我希望我的这个诚恨的道歉 能够让导演能够灰心转意 好 这个问题是已经剪掉了 秦豪盲拍新片绝起宣传 就遭遇了剪刀手威胁 这个导演够牛气吧 不过白板何去爆料 一起开拍还不知道导演是谁 这都不算事 导演连剑都没有亲自来剑 我拍他经纪人来的 说什么戏啊 当然了他的经纪人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跟他之间 他经纪人看到我的一句话就是 你喜欢成功吗 你这个组在乱了 你这个组在办好空了 我说我喜欢 我说那你想跟他合作吗 我说想合作 那这样接下来有一个电影 你看一下剧本 然后看完了剧本以后 我说这个剧本谁写的 他说就是导演写的 然后我说那写的很好看 好行了 我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了 杨青慧说到这个时候 你也没问导演是谁吧 娱乐梦长北京采运放报道 能跟我谈谈 什么是爱吗 谈爱实在不是我的成像 因为深爱太伤人了 经历了三年的爱情马拉松之后 文佳佳和Frank终于要在4月29号上映的 北京遇上西雅图第二部中再举手了 女主角汤维因为有运在身 缺习了北京的宣传活动 不过乍一眼看过去 顶着丸子头出现的萌书吴秀波 你这是要冒充一把女主角的意思吗 因为我欠了两部古装戏 一个是军事联盟 一个是小李飞刀 然后就想把这两部古装戏都一下给他拍完 没想到拍得好长 然后我又不喜欢这么批多散发 扎完了然后第一次活动完了 突然间我看好人说 恭喜你 你这是少女风扮丸子头 我说这个很时尚 我说这个很时尚 就不小心赶上了时尚 你说这怎么那么巧 虽然不方便公开亮相 不过据吴秀波套路 当上准妈妈的汤维依然心细工作 舔一阵呢 因为北溪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配音啊 或者一些也是一些正常的这个图片拍摄 或者采访的一些工作 他还在特别雀跃地跟着这个参与 其实还是蛮替他担心的 因为他也只这一丝惊讶 他没有过曾经经验 我是一个至少是一个过来人 娱乐梦工厂开封采访报道 娱乐梦工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姚晨 一双红色高跟鞋搭配一席纯白色长裙 姚晨元气满满的样子 还真看不出感冒后带病上阵的皮带 也是 今年1月 在顺史达沃斯的2016世界经济论坛 第46节年会上 姚晨刚刚获得了水晶奖的荣誉 成为首个获得该项殊荣的华人女性 最近又当选了达沃斯论坛的 2016年全球青年领袖 难怪人逢喜事精神爽 当时拿到这个奖项还是非常的振奋的 因为他也是对我们过往六年 难民这个工作的一个肯定 也会激励我们继续去 在这个路上继续往前走 不过事业再怎么如鱼得水 一回到家变回妈妈角色 大瑶还是得乖乖向自家小土豆认输 简直了 以前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后来我发现我想错了 这个显然是还没有到年龄而已 现在疯狂的迷恋上了减速带 每天都要把拖鞋排成行 就双脚支撑的那种小自行车 从那个拖鞋上划就过去 最关键的是 他老从巴顿的尾巴上骑过去 因为他觉得那个是减速带 然后我们就跟他很认真地说过 说巴顿不是减速带 于是他就每次从巴顿尾巴上开过去的时候 我都会说一句 巴顿不是减速带 没办法 好歹是他买了两套减速带 娱乐梦场上海采访报道 今日说法全体人员祝福小萨 一定要幸福哦 昨天下午 今日说法官方微博 爆出了萨贝宁的结婚登记照 坐实了萨贝宁与外籍歌手李白结婚的好消息 据悉 李白来自加拿大 不仅长相美艳 而且能歌善舞 从事星光大道五周畅响乐团的队员 在中国收获了不少人气 如今他已经放弃演艺道路 专心担任起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中华区的认证观 而他和萨贝宁的恋情最早曝光于去年二月 当时两人一起去滑雪场度假 行影不离十分亲密 今年三月初 两人又现身北京天堂公园游玩 两人同框出镜 被以好事将近 这么看来 萨贝宁和李白秀成正国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 选在三月二十八号这天领证 萨贝宁又有何深意呢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八号 我医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日 其中一个老师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回去 告诉你爸妈 请客 要不然 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不给你 三月二十八号 一九九四年晚上 九点四十五分三十二秒 我那一瞬间站在那 就是 人一辈子可能没有几个这样的顺便 就是你突然一下子觉得 你不知道是幸福还是什么感觉 你没法形容那种 从升学的幸福到成家的幸福 三月二十八号对于小萨来说 想必有了更深的用意 据悉 小萨的婚礼已经定在四月三十号 在家乡武汉举行 届时他将会自己主持婚礼 娱乐盟场编辑报道 三月二十一号 谢天风现身北京 出席某运动品牌的跑步节活动 标志性的墨镜 加上一身休闲运动装 酷炫又活力十足的运动性玩法 引来现场粉丝尖叫不断 娱乐盟场北京采访报道 我们欢迎今天的好声音 带来宾丽娃 嗨 大家好 我是丽娃 非常开心又来到了娱乐盟工厂 欢迎丽娃 那前面的节目呢 我们报道了谁是大哥谁的节目啊 代表人一代青春的小虎队又有可能重聚了 真的让人非常的怀念 对对对 我之前前段时间看那个网上的帖子嘛 就是乌奇隆结婚 然后小虎队呢 又重聚来给乌奇隆的婚礼做伴郎 然后还合唱了爱这首歌 其实呢 为兄弟站台 其实一直都是小虎队的传统 没错 他们真的是兄弟情深 对 那如果5月21日 他们真的又能重聚在陈志鹏演唱会的话 你最想听什么歌呢 小虎队的歌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小时候经常听嘛 然后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 《青苹果乐园》 啦啦啦啦啦 紧紧摇摆 啦啦啦啦 琴琴摇摆 另外他们还有一首歌 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那个 把你的心 我的心 穿一穿 穿衣柱行云草 穿一个通行园 是啦 对 唱着这些歌 一下子那种青春的回忆 都浮现在脑海了 那不过呢 在此之前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场演出 要和大家推荐一下 对 就是4月3号呢 杨宗伟世界巡回演唱会 《带一首诗来杭州站》 将在黄龙体育馆亮相 没错 八年的等待杨宗伟带来 诗和远方订票方式呢 就在屏幕的侧方了 想去现场聆听的观众朋友们 赶快扎紧机会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啦 现在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是余峰 我是陛下 是第四季的学员谭轩缘 我是侯磊 我是葛鸿宇 我是大山 我是中国好心 第四季的李安 我是夏恒 我是罗锦文 我们是XL 3月27日 我们将做客 咖喱直播明星日 记得到时候来咖喱直播看我们哦 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宝贝